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争夺遗产的故事 小伙为了得到300万美元的财产 绑走了自己的自闭症哥哥 男主名为查理,是一名洛杉矶的青年创业者 平常依靠贩卖高级小汽车来生活 头脑十分灵活,凭着灵力的口才留住了不少客户 但是,最近由于某些原因,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他所欠下的20万美元无法及时还贷 债主催他,如果不按时交钱,就会查封他的汽车来抵债 不过,查理靠着自己的口才,暂时缓解了这件事情 当他开心地带着女友去酒店happy时 助手打电话告诉他,他的父亲刚刚去世 让他回家参加葬礼 然而,查理对此并没有过于伤心 参加完葬礼,女友质疑查理和他父亲的关系 当年,查理的母亲在他两岁的时候意外去世 父亲对他教育十分严格 他认为,父亲是知道那些玫瑰花和那辆车 16岁那年,查理拿回来全A的成绩单 希望父亲答应让他开着那辆车出去玩 不料遭到了反对 带着脾气,他晚上还是偷偷地开了出去 半路便遭到警察给拦截 以偷盗罪关了起来 报警的人就是他的父亲 最为伤心的 别的孩子都被家人给领走 而他被故意正在警察局关了两天 因为这件事,查理和父亲彻底闹翻 于是,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去 他还提到,小时候,每当他感到害怕 都会有一个羽人在他旁边唱歌安慰 长大后,他认为那可能是小时候的幻想出来罢了 晚上,律师交代了父亲的遗嘱 首先,那辆汽车和玫瑰花都给查理 其他剩余的房产和现金财产一共300万 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全部花费到一个人身上 至于这个受益人是谁 遗嘱并没有交代 本来,回来参加葬礼就是为了遗产 现在,只得到一辆捞款汽车和一堆破花 这让查理非常生气 他并不打算认这笔糊涂账 于是跑到了信托机构查询 负责的人到底是谁 很快,他便得知 委托基金的托管人 是一家疗养院的负责人布鲁诺 他是查理父亲多年的好友 就算查理声称自己是唯一的儿子 布鲁诺也丝毫没有告诉他受益人的信息 当他准备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时 一位病人坐上了他的车 说这辆车是他父亲的 上个星期才刚刚开过 布鲁诺告诉他 这个人名为雷曼 患有严重的自闭症 不能正常和人交往交流 不能适应正常人类的社会规则 最为重要的 他是查理的哥哥 三百万的遗产就是给了雷曼 出于愤怒感 查理忽悠雷曼要去散步 他质问雷曼关于家里的事情 令他没有想到 雷曼清楚记得母亲和父亲去世的时间 关于家里的一些小秘密 当问题涉及到他的个人情感时 他总是回答不知道 为了得到遗产 瞒着布鲁诺强行带走了他 想要利用律师 争取到雷曼的监护权 顺便将遗产抢到自己的手上 然而事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顺利 雷曼由于心理和正常人有所不同 坚持自己的固定规则生活 床必须挨着窗户才能睡觉 固定的时间看电视节目 每一顿吃固定的套餐 这件事情必须按照规则运行 否则他会大喊大叫失去控制 查理对待这样的哥哥 总是用命令的口吻 而女友却是很理解雷曼 把他当作小孩子一样对待安抚 晚上身为男孩子的雷曼 听到隔壁的异响 他并不知道床上的两个人在做什么 于是坐到床边看起了电视 查理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 认为雷曼是在偷惠他们办事 女友认为雷曼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像一个孩子一样 因为查理不友好的对待雷曼 女友当晚离开了宾馆 雷曼不为所动依旧拿着电话不堪 第二天雷曼见到餐厅服务员的名字 立马说出来他家的电话号码 雷曼虽然表现的不同于常人 但是记忆力是很强的 他在星期二一直都是吃煎饼 并且必须用牙签来吃 一边又一边的在查理耳旁重复 并把查理抓他脖子的事情记在了小本上 看一眼就可以计算出掉落在地上牙签的数量 此时查理的公司运转出现了问题 如果他不能及时赶回去 汽车很有可能会被查封 当他们赶到飞机场 雷曼却说飞机不安全 他庆祝的记者每家航空公司 曾经遇难的事情 详细的时间详细的原因 详细的死伤情况牢牢记在心里 无奈查理只能开着车前往公司 不料半路前方发生了交通意外 雷曼开始对这段路产生了恐惧 死活不肯在这条路上坐车前行 于是乎 雷曼在前面走 查理开车在后面紧跟着 直到他认为安全后才坐上了车 这还不算完 他明确表示要在11点必须睡觉 现在距离睡觉时间只有19分钟 虽然查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雷曼发起风来他也是接受不了的 两个人只能暂时住在了一家汽车旅馆 没成想 第二天还下起了大雨 雷曼却从来不会在下雨天出门 查理被气得无可奈何 不仅要担心公司的事情 还要按时给雷曼订餐 雨停之后 两个人总算重新上路 可是雷曼因为裤衩不是四脚的问题 叨叨个不停 查理终于忍受不了 大发雷霆 不过他还是重新坐上车 他一直怀疑 雷曼的呆是故意装出来的 于是约见了一名医生检查 医生表示 从来没有接待过这种病人 但他听到过一些传闻 说这种类型的人看起来傻傻的 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天才 医生出了几个比较难的计算题 雷曼没有丝毫考虑 就可以回答的上来 通过医生的话 查理对待雷曼的态度好了很多 紧接着 查理打电话通知律师 安排和布鲁诺的见面协商 他们跑到一段偏僻向下路段 雷曼和他说 必须要在几分钟后看到电视节目 遇到这样的哥哥 查理死皮赖脸的求着一家农场主 看了电视 这才能接着开心的上路 晚上还要按时住进旅馆 两个人谈话时 查理意外得知 雷曼竟然知道语人的事情 还拿出了雷曼抱着查理的照片 当时母亲离世十几天后 雷曼离开了家 小查理对着窗户和他说 再见 语人 查理很小的时候 由于说话并不标准 误把雷曼叫成了语人 所以小时候 一直照顾他的人就是雷曼 因为母亲的离世 雷曼的病症 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关注 医生将他列为了精神病患者 小时候 查理被热水烫伤 家人认为是疯子雷曼 无意识中做的 为了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 才把他送进了疗养院 知道这一切的原为 查理意识到 自己这几天做了很过分的事情 如此疼爱自己的哥哥 却受到自己的冷漠对待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专门给雷曼买了小型移动电视 认真的给他脸上涂防晒霜 由于他们没有及时赶回到公司 债主已经将他的汽车用来抵押 用来还贷款 就算现在往回赶 也已经来不及挽回 看着自己拥有天才计算能力的哥哥 一个伟大龌龊的想法 油然而生 他和哥哥达成协议 只要在赌场帮他数牌 赢了钱 到时候 车随意让他开着玩 他们玩的是什么 我并没有了解 也不太清楚 根据赌场的解释 这么多年来 他们还没有遇到过哪个人 可以记住六副牌的顺序 然而 雷曼就是这么厉害 每一张牌的顺序 都被他牢记在心 当晚的赌博 一下赢了八万多美元 查理不仅不再需要还贷款 还赚了不少 趁着查理上厕所期间 雷曼认识了一名陌生女子 显然 雷曼并不知道 如何和妹子聊天 聊着聊着 就把人家给吓跑了 林总还提醒人家 记得十点约会 回到房间 主动邀请查理 教他跳舞 查理的公司被查封 所以女友失业 他找到了赌场 陪同雷曼等待 刚才约会的女孩 其实妹子并不会来 谁会和一个 看起来傻傻的人约会 雷曼等了很久 都没有见到女孩 在电梯 查理女友问雷曼 是不是没有接过吻 出于好心 他轻轻地吻了雷曼 这可能是雷曼 这一生唯一的一个吻 查理由于一晚上 赢了太多钱 赌场不得不怀疑 他们存在作弊的嫌疑 让他们换取现金 马上离开这里 查理赢到了钱 同时完成了 让雷曼开车的承诺 对于雷曼来说 离开疗养院固定的生活 跟随自己的弟弟 体验了不寻常的旅程 这段充满矛盾 和别扭的相处 查理两兄弟的感情 重新找了回来 他也理解到 父亲对他特别的爱 为了保护他不受到伤害 将自己的大儿子 送到了疗养院 对于一个父亲来说 是多么的痛心 再次见到医生布鲁诺的时候 查理不再争夺遗产 而是要和哥哥雷曼待在一起 他认为 他现在很了解雷曼的性格 完全可以比疗养院 更好地照顾哥哥 律师询问雷曼 他在疗养院和查理之间选择谁 雷曼说 要查理和他 一起去疗养院生活 他把查理当作了最为重要的人 但是又不能离开之前的生活 对他而言 喜欢的东西待在一起就好 没有必要选择其中之一 但是法律方面 他只能选择一样东西 查理明白 让自己的哥哥做出选择 是对他的伤害 他不懂得如何做出选择 那么 只能让查理一枕痛割爱 最终 他放弃了雷曼的监护权 眼看着他 跟随着布鲁诺离开 临别时 雷曼依旧抱着查理买的电视机 电影到此也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经典影片 《语人》 通过争夺三百万遗产的事情 令梁兄弟重新回到当初 也让查理这样任性的年轻人 理解到父亲特殊的爱 是一部非常温情感人的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